他就是設高嘛 然後設1000公里 這個100%是俄羅斯支持的啦 所以這個就意味著 我們是真的在合作 就這意思 因為美國也放了情報 說 這個北韓的部隊到庫斯克 已經達到8000人 而且已經換上了俄羅斯的軍服 準備上戰場了 對啊然後拿那個 西伯利亞亞洲人的身份證 就基本上他不是派遣軍啦 派遣軍就是你有你的指揮系統 然後穿你自己國家的軍服 他是僱傭兵啦 就是說是俄羅斯僱傭的北韓 軍隊 因為你穿對方的軍服 要接受對方的領導 所以不算是聯合作戰 不算 這個就是要降低啦 那 那 北韓對外就可以說這是自願的 就有點類似抗美援朝 他們只是去 自願軍 他們只是去工作的 然後 因為他們同情俄羅斯 這個是增加一點 如果國際上被針對的時候 的說辭啦 就說這個不是國家行為 是人民的行為 那俄羅斯薪水 給的很多啊 一個月2000 一個月2000美元 這對北韓來講是很大的收入 然後 還拿對方的身份證 所以 我覺得就是完真的啦 就是 這個我認為是北韓主動的啦 那俄羅斯 我覺得也經過思考 覺得他有必要有一個亞洲的抓手 就是未來 俄羅斯要進亞洲嘛 那北韓要比那個白俄羅斯好用多啦 因為白俄羅斯一距都碰到北約啊你怎麼動 他沒有能力動啊 可是北韓 有作用 因為他可以威脅日本 威脅韓國 威脅美軍基地 北韓比白俄羅斯要強大多了啦 所以我覺得 所以這件事會讓中國大陸有點尷尬 他事實上不樂見嘛 可是你也沒有辦法阻止 因為這個完全就是 俄羅斯跟北韓 他們兩個都是被 被大量制裁的國家嘛 那兩個人決定互助嘛 搞成一個共同防禦聯盟嘛 那北韓也怕被打啊 那現在就變成是 我只要被打俄羅斯就一定介入 你敢打嗎 然後 俄羅斯 有些動作不方便自己做 就讓小弟先發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更大的意義是國際上的佈局啦 因為我認為俄羅斯 他的人數 明顯對烏克蘭有6比1的 至少6比1 他不需要北韓進來打啦 不是人數人力不足的問題 不是 完全不是 不過他現在的這個形勢 跟大家之前想的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他稍微處理了一下這個國際上面的這一個 譴責的問題嘛 就是我是自願軍 我穿的是俄羅斯軍服 然後我拿的是他的ID 我不是 兩國聯合作戰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國際要 介入處理的難度就變高了 如果他打烏克蘭 對 爭議就非常大 打庫斯克 你就可以純粹說我是協助我 俄羅斯哥哥 因為是烏克蘭攻擊俄羅斯 所以他是自衛啊 我是 協助防禦 對 所以澤倫斯基就生氣了就說你們大家都 不處理這件事情 都做事 不如果 因為北韓並沒有打烏克蘭啊 他如果進入烏克蘭戰場 那他就是加入侵略戰爭 這個 嚴重性就很大 那至少對北韓的制裁 就要升級到俄羅斯的程度 俄羅斯現在是全世界 制裁最多的國家啦 北韓還沒嚴重到那裡 那你如果進入烏克蘭 那就會到那個程度 那問題是他現在是在俄羅斯境內 那 俄羅斯可以說是烏克蘭打我 所以國際上 有點不好動 變成這樣 所以澤倫斯基對於這樣的狀況只好 讓他自己的這個 醫護人員 然後技術人員 跑去當步兵了 人力不夠嗎 這代表他的這個 軍事投入的 這個人力不足 他又說最近要徵16萬 還有人嗎 他用抓的 事實上現在 已經有很多人拍到照片了 在搭地鐵的時候被抓 所以現在藍丁 低於30歲了沒有人敢在外面走路 很容易就被抓去上戰場了 對 他就把你抓到培訓中心 那培訓中心是圍起來你也出不去 那大概培訓一個月就上戰場 所以死亡率都非常高 這才是嚴重的人道危機吧 他就假裝沒看到啊 好不過這個當然二物戰爭會在 這個美國總統 選舉結束之後不管是誰當選應該很快就會處理了 賀錦麗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賀錦麗的領導力太差了 你連拜登都處理不了 賀錦麗怎麼處理 你必須要 對澤倫斯基做出極大的壓力 不然澤倫斯基怎麼撐得住 現在去和談 你如果沒有安全擔保 誰敢去啊 你搞不好被 內部的基金派暗殺了 那你如果跟俄羅斯 沒有一定的 溝通的管道 俄羅斯為什麼要配合你 俄羅斯勝券在握啊 所以你是說假設是民主黨是賀錦麗 連任的話 當選的話 沒有救 二五戰爭沒有救了 沒有救 會這樣子持續的 會繼續打 因為 俄羅斯勝券在握啊 他就慢慢消耗 他也不會想要速戰速決 他就給你慢慢拖 對啊 他本來就可以打很久啊 他資源多人又多 那看你撐得住撐不住 接下來就冬天了 就等你自己來投降 打到你自己來投降為止 我跟你講 烏克蘭11月 就進入冬天了啦 你撐得到一月嗎 那我如果再轟你的 發電呢 他現在有 三分之一的 發電廠已經 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你怎麼打 我現在是沒有炸你的 蘇配電 自然他現在都是用核電 然後有部分的電是從波蘭過來的 那重點是那個蘇配電 俄羅斯沒有去炸 如果他接下來再炸你的蘇配電 那就代表他過不了這個冬天 過不了啦 過不了啦 對所以他就只能舉白旗投降 所以我說賀吉利沒有辦法處理 不是他處理的 是 俄烏戰爭戰場 俄羅斯處理 自動的演變 對 烏克蘭投降 就會很慘 或者是說 你的那個 發電的設施 被摧毀得更嚴重 然後發生民變 所以他內部自己發生了 你政權被推翻了 就是這樣 就是會走向最慘 如果是民主黨當選的話 那川普還有機會 你不要忘記啦 1917年就是這樣 列寧 推翻了 克倫斯基政府 Karensky 是二月革命 列寧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是推翻撒謊 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在打 人家以為他要停戰 結果繼續打 結果列寧就 把 克倫斯基的政府推翻 立刻停戰 跑去跟德國談 完全不平等條約 一面倒 就該割的領土全能割啦 反正我就要說推出戰場 你不會知道啊因為 這到時候就是 你如果發生民變 那克倫斯基就被推翻嘛 那上來的人 就有一個新的轉機嘛 就這樣嘛 就那個力量 你不要以為是從美國這邊來的 不一定 可是 川普就是希望是從美國來的 他認為這樣 反而可以幫烏克蘭爭取到 好一點的條件 那你如果是被打敗 那什麼都沒了嘛 至少大哥還幫你維持一點點 因為他跟 普京有一定的交情嘛 那賀喜利沒有這個能力啦 如果美國無法 完全無法介入這個後戰爭的相關的談判的話 烏克蘭就是 更慘 這個跟台海戰爭是一樣的 台海戰爭 你如果瀕臨城下 你的條件當然最差嘛 不是邏輯一樣 一定 就是這樣 但我們來頂下 示範 我 一下